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7月24日2020游京田径市井赛第9个比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朱亚明 朱亚明重获得世界军容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冠军等等 朱亚明同时也是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银牌获得者 可以说朱亚明也是中国男子三级跳远新的军军人物 指的意思朱亚明在资格赛的时候 第一跳就跳出了17米08的成绩直接进行决赛 在决赛中朱亚明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画面 本场比赛朱亚明的最大章对手就是来自葡萄牙的皮萨多 皮萨多也是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可以说也是位实力派选手 比赛的时候皮萨多在第一跳的时候就展现出他的绝对实力 这一条皮萨多竟然跳出了17米95的成绩占据第一位 皮萨多这一跳也创造了今年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 这也给了朱亚明不小的压力 朱亚明在第一跳的时候在又满不理想的情况下 跳出了17米的成绩占据第二位 而决赛奥运会同牌获得者战哥在第一跳的时候 也有着非常惨艳的表现 这一条战哥跳出了17米55的成绩 逆转着朱亚明占据第二位置 首轮结束朱亚明以17米的成绩已经掉到了第五位置 在第二条中皮萨多又暂时经验全场 这一条皮萨多出色完成跳出了17米92的成绩 继续鼓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而朱亚明稍作调整后 在第二跳的时候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这一条朱亚明跳出了17米31的成绩 排名上升到第三的位置 朱亚明的第三跳因为踩线无成绩 在第四跳的时候 朱亚明在用板方面还是不怎么零下 这一条朱亚明只跳出了16米98的成绩 继续取在第三位 在第五跳中朱亚明特意去调整了自己的布点 这一条朱亚明完成的还不错 可惜踩到了一点点板继续取在第三位 朱亚明仅剩下最后一条 或许是朱亚明的17米95的成绩 真的太遥不可及了 在最后一条中朱亚明还是未能实现超越 最终朱亚明以17米95的成绩 无悬念夺冠 朱亚明以17米31的成绩获得第三名 上哥以17米55的成绩获得亚军 从第一跳表现不好只处在第五位 再到第二跳的强势爆发 逆转多多一枚铜牌 虽然只是一枚铜牌 但是这也是中国队在世锦赛 该项目历史上的第一块减排 朱亚明也创造了历史 只能说朱亚明这是好亚明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见底屋再次 有我大嫂先办 我们下期再会